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顿涅斯克的最新战况 俄军在阿富汀卡的北部斯德波沃方向取得突破 俄军目前已经解放了斯德波沃 斯德波沃在这个方向 他在阿富汀卡北部 这个方向前一段时间实际上俄军和乌军曾经发生过激烈战斗 当时在国内很火的一个视频 俄军的特九龄被美国的布拉德利打爆 也不是打爆,打掉了瞄准系统 结果特九龄退出战场 当时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斯德波 那么现在俄军在解放了阿富汀卡以后 向北已经成功的完全占领了斯德波 在这个方向还出现了美国的M1A1坦克布拉德利 现在在阿富汀卡的情况 俄军现在在北部和南部都在推进 俄军在拉斯托奇诺在这个方向 俄军现在也已经控制了拉斯托奇诺的大部 斯德波方向的乌军后撤 已经到达了别里奇进行防御 阿富汀卡的西部地区 现在乌军很难进行有效的防御 乌军现在退守到别里奇 到拉斯托奇诺这一线进行防御 但是俄军的进攻速度非常快 乌军不得已又出动了他的重装备 阿富汀卡尔斯坦克M1A1 这是首次出现在战场上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的画面 这个M1A1过去实际上是很少出现在战场上的 乌军只是展示 基本上不会参与作战 但是昨天不一样 昨天实际上和俄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我后面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昨天发生的这种战斗 另外在拉斯托奇诺 还有塞维尔内 俄军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周边的一些高地 很快俄军将大规模的进攻乌军的阵地 那么整个的阿富汀卡的西部地区 也将被俄军完全控制 那昨天呢 关于这一辆 埃布拉姆斯坦克M1A1 它和俄军作战的一些细节呢 我现在获得的消息呢 昨天呢 是在 色波沃的南部和北部都发生了激烈战斗 俄陆军部队呢 在查索维亚斯基 库拉护布斯基两个地区 对乌军呢 进行了埋伏 俄地面部队 第二军 卢干斯克第四摩托化步兵旅 使用MST-B和D20连弹炮 以及特切尔B自行火炮 对乌军进行打击 另外呢 还有斯维尔空降部队参与作战 那昨天的战斗呢 首先呢 是从切尔贝利附近的森林地带 一直到街道 首先发生的交火 在东部 捷列什科巴定居点附近 发生了激烈战斗 这个地点呢 是距离斯多波以南1.5到2公里处 有一片山脊啊 乌军在山脊布置的复杂的防御工事 还有反坦克导弹阵地 那到东部呢 伊万诺斯基附近啊 乌军直接与俄军火力 进行这种火力的对抗 那么伊万诺夫 以北 乌军受到95 涅瑞斯克空降部队突击群的压制 那为了获得火力支援 乌军出动了 布拉德利 随后俄军出动了特九龄 还有波摩BMD-4M 进行后援 这是个背景啊 所以昨天的战斗呢 是特九龄大战 埃布拉姆斯坦克 那乌军呢 是有数十人的游击部队 另外利用无人机 还有陶式反坦克导弹 对俄军进行打击 主要是在这个山丘上啊 是在这个运河附近这个山丘上啊 对俄军进行服务 双方还发生了这个电子对抗啊 当时呢 是无人机系统啊 使用的是 720到1020MHC 赫斯范围 敌方的无人机被俄军电子战系统压制 那98 斯威尔空降师 发射了212毫米的火箭弹 另外呢 还使用了 RBU6000 对地面目标经大大规模的空隙 RGB60和902 喷火炸弹 这个RSL60呢 实际上重量达到113到119.5公斤 那么现在在阿富汀卡方向的情况呢 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啊 也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啊 前国防部长 盖茨 罗伯特·盖茨 他呢 对美国的媒体呢 证实啊 他现在解读到的情况呢 是乌军现在有越来越少的防御能力和弹药储备 而俄军现在呢 实际上呢 一直啊 在965公里的边境沿线各地发动大工的反击啊 所以俄军的反击不是在一点而是在沿整个的965公里整个接触线 这让盖茨非常震惊 那他的解读呢 是俄军的弹药越来越多 乌克兰每发射一发炮弹 俄罗斯会发射十发 所以乌克兰现在面临弹药紧确 还有防空系统已经被完全摧毁 所以乌军很有可能会崩溃啊 这是前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的解读 而且他认为啊 俄罗斯实际上呢 在整个俄乌战场情况已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主动权已经交到了俄罗斯手里 这是盖茨的解读 那美国的 民主党主啊 民主党的领袖查克舒曼 舒默 他现在呢 率领代表团抵达利沃夫 这是利沃夫 舒默到利沃夫 这个是布林克啊 布林克也就是犹太裔的驻乌克兰大使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他们实际上都是一家的啊 和布林肯 布林克 你可以看这个词根都是一样的 都来自于白俄罗斯北部那个布林基 那个小村庄 都是同一个村的 然后跑到美国 跑到美国 犹太人吗 跑到美国纽约 发家了以后呢 又回到乌克兰 帮助美国来重新 肢解欧亚大陆 这就是犹太人 你把它换成中国人脸也是一样 汉人的脸也是一样 同一个村的 出去跑到美国 发家以后呢 跟着美国一起 回村 来肢解欧亚大陆 那现在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现在正在减少啊 捷克呢 现在也宣布 捷克将对乌克兰进行新的 武装 捷克的CZ BRENR 步枪 将在乌克兰生产 而且捷克呢 是首次向乌克兰转让 该枪的生产 生产协议 生产的虚可证 就是可以在乌克兰 生产捷克步枪 这个步枪呢 是北约标准的 小口径武器啊 那乌克兰的 国防工业公司 与捷克的 资布罗约夫卡 签署了生产许可 这家捷克公司呢 是捷克的CZ SE的子公司 与克尔特CZ集团 签署了允许这种 折叠式步枪 在乌克兰生产的协议 这款步枪呢 其实实际上 北约是有多国装备的啊 那么现在乌克兰 也将装备北约制式武器 捷克的总统帕维尔 在2月17号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他发表讲话 说如果资金到位的话 捷克已经找到 第三国为乌克兰武装队 采购数十万发炮弹的机会 那现在呢 捷克提到的呢 应该是来自于韩国 那也就是捷克实际上对欧盟 未能兑现 2023年3月到24年3月 向基辅提供一百万发炮弹 那么捷克呢 现在呢 要求布鲁塞尔 在世界各地 特别是向韩国 甚至还包括台湾 来采购乌克兰的炮弹 南非土耳其也是 目标国 未来南非亚土耳其 他们库存的一些炮弹 15毫米炮弹 那捷克其实也有意来采购 所以实际上现在来看呢 乌克兰战场就是一种弹药的消耗 而乌克兰现在没有西方的援助 乌克兰很难抵挡住俄军 而俄罗斯现在整个的军工系统 已经正式的开始大规模生产 所以俄罗斯的整个的军工生产能力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地步 所以俄乌战争如果西方不继续援助乌克兰的话 那么俄罗斯将完全控制乌克兰 这是今天呢 在南部 俄军使用FAB-1500 也就是1.5吨的弹药 打击克拉斯诺 哥罗夫卡 乌军的这个厂房 大规模打击的画面 俄军之所以能够在阿福利卡方线获胜 根本原因还是俄军有强大的火力 特别是俄军 每天的空头 都是非常巨大的消耗 而乌军没有这种能力 所以俄军现在整个乌克兰战场 就是靠强大的这种空中打击能力 不是靠陆军 是靠空军 陆军是最后进城进行巷战 但实际上突破乌军的防线 是靠空军 大规模的弹药消耗 另外在阿福利卡 乌克兰方面的空降部队 还证实阿福利卡当地的 很多当地居民被乌军射杀 甚至还解救了当地的一个小女孩 现在这个小女孩的父母已经去世 那么当地的俄罗斯媒体在阿福利卡采访 很多的孤儿被俄军收养 现在已经送回后方 也说明阿福利卡这个战争 实际上是非常惨烈的 而且阿福利卡现在已经开始给当地的俄裔 俄裔 俄裔裔裔公民开始发放俄裔斯本国护照了 就是阿福利卡一边正在战斗 一边在给当地的俄族人发放俄裔斯护照 你可以想象未来整个顿尼斯克宪法边界内 俄罗斯需要恢复主权的 那在南部 大家可以看到在西米海洛夫卡 还有这个马林卡这个方向 俄军现在这个方向的作战 实际上可以看到俄军的整个的突破 主要是沿马林卡这个方向 波贝达这个方向 俄军现在在这个方向的行动呢 是集中在西部地区 是在尼尼斯克附近 首先俄军出动的是火炮和无人机 对乌军阵地进行大规模的空袭 乌军现在已经撤退到水库附近 那这样的话给俄军提供了 占领周边高地的机会 俄军现在从山顶 包括山谷北部 击退了乌军 并占领防御攻势 俄军下一步将进攻 佩尔沃麦斯基地区 对克拉斯诺哥罗夫卡方向的 大规模空袭 摧毁了克拉斯诺哥罗夫卡附近的 这个耐火材料厂 刚才给大家播放的画面 耐火材料厂也被摧毁 这个工厂是当地的最大的一个工业企业 摧毁这个材料厂以后 乌军在这个方向的防御 已经没有更好的防御攻势了 因为其他都是民房 民房它实际上很难做到这种 像工厂一样有这种钢结构 能够进行抵御 所以俄军下一步在马林卡 对应河南部地区的行动也会扩大 那俄军在这个方向呢 还摧毁了乌军的特巴林 特七二坦克 这也是在马林卡南部作战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 这是摧毁特巴林 另外还有暴时坦克 在马林卡南部还出现了暴时坦克 现在看 乌军实际上呢 已经将他自己能使用的重型武器 全部投入到顿尼茨克 因为乌军现在呢 他没有防空啊 另外呢 也没有弹药的支持 那他只能把自己的重火器啊 也就是这个布拉德利啊 还有鲍尔坦克 全部投入战场 所以昨天的战斗 其实可以看到 特九零和M1A2 大公布的这种坦克交火 我觉得这也是啊 二战结束以后啊 是首次啊 美国的M1 布拉德利和特九零 俄罗斯先进坦克 进行对决 这个布拉德利呢 实际上 他这个行动来看呢 实际上也反映出 乌军整个的前线 其实是非常危急的 因为如果不提供 这种重型火器的话 乌军很难在阵地上啊 进行有效的防御 俄军可能就要突破了 俄罗斯最后呢 还公布了视频啊 就是俄罗斯方面的 突破阿福利卡南部地区 最重要的这个下水管道啊 现场的画面 当时这个下水管道 俄突击部队啊 通过下水管道 带着重装备 走了3.7公里啊 这个直径 大家看啊 只有1.4米 这个直径 1米4 但是俄军走了 携带重装备 走了3.7公里啊 从这个方向突破 上去以后呢 就突破了乌军 在阿福利卡南部的 这个重要的防御阵地 这个实际上是 整个阿福利卡战役的 重要转折 也就是突破了 南部的防御 你可以想啊 1.4米 俄军要弯着腰 甚至爬行 而且要携带重火器 重装备 而且要前进3.7公里 3.7公里啊 爬 向前爬 3.7公里 其实这个拍成电影的话 非常精彩 乌军甚至都没有想到 俄军可以通过这条管道 就突破了乌军的防线 打到了乌军的身后 另外呢 在阿福利卡方向啊 现在俄军的实际上还大量的使用了中国山东生产这个装甲车 小的应该叫运输车啊 或者叫越野车 山东生产的 现在在阿福利卡这个前线大量的俄军士兵使用中国这个装甲车 而且这个装甲车现在俄军使用的是效果非常好啊 可以看 操控起来非常简单 这是俄军啊 使用中国装甲车进入战场的画面 刚才呢 其实是俄军遭到袭击啊 是遭到袭击 所以俄军马上啊 跳车 所以这个装甲车呢 实际上呢 对俄军现在在整个的乌冬地区 特别是在卢干斯克和顿剑斯克 作战是非常有效果的 2月24号啊 实际上美国呢 还有北约还有欧洲 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新轮的制裁 现在看呢 美国可能会对中国的有些企业也要进行制裁 但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现在来看是不会停止的 可以看这个越野车 现在大量的俄军是使用中国越野车进入战场 现在甚至俄军都不用汉马 因为汉马太耗油 反而这种小车 快速进出 进入 战场以后能够快速返回 而且油耗相对来说 比那汉马 其实要省油很多 就整个的后勤补给压力小 最重要 中国山东这个越野车 它的通过性很好 通过性很好 这也是在昨天阿弗里卡方向 最新的画面 这是今天呢 在顿巴斯的最新情况 我会持续关注 未来阿弗里卡方向 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